主播的悲伤瞬间 我真的太难了 每当我偷菜之时 便会有粉粉来到身边 你以为这就完了 还有更伤心的 我偷的粉粉他的寄院 小王子是偷菜头子 首先谢谢粉粉的夸奖 我一定会再接再厉 狠狠地偷你菜 还有就是偷菜的时候 这么小手一推 我的偷菜时长增加了 虽然喜欢我没错 但是你这样看着我偷菜 总有一种害怕猴怪怪的感觉 然后当我更换目标偷菜的时候 来到留言板 小王子我终于拿到你的菜了 我可怜的菜啊 每次来都是几秒前 他们偷完还不够 看完我上次偷菜视频后 他们知道祈愿后被偷完还能偷 每当我来到圆梦广场 我的脑袋瓜子都摔得嗡嗡的 我只能靠这个弹射星星保护自己 像这样他就上去了 陌生人见我都要欺负我 谁让你戴墨镜里的耍帅是吧 哎呀不是哇 假王子大爷 赐我好多个菜吧 我扮你 再扮你 不是 我才还有一小时输 还有 我还年轻咋就成大爷 我就收个菜 被偷干净了让我收下 不行不行 我没偷到多少 你不准动 哎呀我种个菜 不然你们没法偷了 然后种到一半 弹出来一堆笑心 能不能种点贵的 还被嘲讽了 可是我已经种了同等级作物当中最贵的 这么寒碜我都不好意思偷 你偷我菜的时候可没管这么多 就你天天偷我菜 我这叫你上碗来 叫做等价交换 哇 谢谢粉粉们的喜爱 我再顺带同意一下粉粉的申请 这就是我新榜农场 弃义而又悔伤的瞬间